接著是Utility Program 工具程式 就是令到電腦能夠運作得順暢一些 當它有些小部份的時候 就能夠確定那些問題 所以目的就是Enhance OS 比如保護Data file Refine系統 或者管理資源管理得好一些 舉個例子 比如你把重要檔的Backup 和Restore還原 或者管理檔案 掃取化學習慣病毒 或者防止木馬程式入侵 解除安裝安裝程式 或者壓縮檔案 掃取Disk 另外這個Defragment 就是把HardDisk裡面 儲這些Data 把它拍齊 拍得好一些 令到Read Data可以下次再read得快一些 或者監視系統的操作情況 比如CPU的使用量 Ram的使用量 好了 我們再看 先看Backup utility 我們解釋一下 Backup就是把重要檔案 Backup 例如現在那些勒索程式 是相當猖獗 勒索軟件 叫做Ransomware 留意這個字怎麼固 因為考試有機會出的 Ransom R-A-N-S-O-N 沒有E的 Ware 現在叫做勒索軟件 其實它就會將你的檔案 加密 encrypt 接著不給鑰匙 你開 你要解鎖 你就給錢給它 給Bitcoin 給Bitcoin 錢給它 它幫你解鎖 就是一個相當卑鄙的行為 現在叫做Ransomware 所以你記住 就要把重要的Data Bitcoin 即使你還要Ransomware 在後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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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永遠都是最安全 最穩陣的 保障自己數據 資料的做法 只不過有些人 不是經常後備儲存 到有事發生的時候 通常已經太遲 我們說 到後備儲存 通常已經太遲 我們說 由後備儲存 到後備儲存 把資料倒下來 叫做Data Recovery Recover回這些資料 Bitcoin做好處 除了怕受那些 勒索軟件的攻擊之外 有時候你的檔案 可能用一下會 會壞了 例如Hard Disk 質量不夠好的時候 就需要Bitcoin做一個補救 接著到File Manager 即是檔案管理員 工具程式就會做這些 譬如 幫你抄檔案 Delete RenameFile 或者把它放在不同的目錄 讓你把東西放得有系統一些 See ya